6月20日上午,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的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 医护人员正在为辖区居民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 在街道工作人员的组织安排下 居民以社区为单位分批入场,秩序井然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处采样点目前有医护80人左右 日均检测量可达3至4千人 这两天我们都是从早晨6点半左右 我们的医务人员,基本上工作人员就全部到场了 准备工作安排,应该一直会坚持到晚上11、2点 按照目前这两天的检测数一天应该在3到4千人次左右 核酸检测需要在现场取下口罩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护人员在做好防疫消杀工作的同时 也优化了检测流程 采样点设置有8条通道 每条沿途由5位医护人员核对人员信息 发放采集试管,检测随后引导民众离开 整个过程快速有序 一个是口罩是所有都得戴 一米线是必须的 从我们那个入口里用8个通道来把它分开 第二个,所有的老百姓呢 他从来的时候就一个码 他在A通道的一号他就报就行了 我们也对流程上进行了一个 绝对不会去反,就是反方向去走 目前这个速度也很快 核实完信息基本上在5分钟左右 核实完之后,然后到达我们这个采样的这块 基本上采样这块在10秒到15秒左右 基本上就能完成 采样点还搭建帐篷,备足食品,饮用水等物资 现场的医护人员每2-3小时换班轮休 医院也为他们就近安排了住所,方便及时休息 一位在等待轮岗的医护人员表示 虽然后勤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冷饮和防暑中药制剂 但在工作期间,很多人也会根据自身的情况 尽量少喝水,避免浪费防护服,影响工作效率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浪费这个防护服 就是说您上了以后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上厕所方面 您没有及时解决 待会提前下场了 这样的话会给别人这个造成压力 我们就是自己调整 如果是觉得你能忍住 你就稍微喝一点 现在的群众也都很理解我们 尤其是我们晚班测的时候 这个群众都说 跟我们道医生说您辛苦了 这么晚还在加班 都很理解 所以说采样的时候基本非常配合 据了解 截至目前 北京西城区已设置34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现已累计采样10万余人 中文进一条 但这个人还要打造成它 其实也不一定会变装 在幸福里面上时 在启品里面上